双倍不同调。科匹宣布上班课。 王怒轰,全家都不会投给你。 双倍不同调。 科匹宣布上班课,王怒轰,全家都不会投给你。 图记者叶正薰社。 二千零一十八万零七百零四。 马利亚台风来袭,面对台风甲一向共进退的北北极。 六。 年来首度不同调。 北北极原定。 十。 日晚间共同宣布十一日是否停班课,经过讨论后迟迟没有共识。 不料新北市甩开北市,率先宣布停班停课,北市,基隆则在晚间。 十。 时宣布正常上班上课。 消息一出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脸书半小时内遭近万则留言灌报,掀起网友正反两极论战。 由于风雨未达标准,台北市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。 柯文哲也在脸书同步发布消息,指出台北市政府依据中央气象局最新天气预报资料。 于晚上。 时。 时宣布金。 时一。 日照常上班及上课。 另一规定。 另一规定,天然灾害发生时,员工住所与服务处所如其中已的发布停班,课,则得依照该地给予员工停班,课,登记。 柯文哲脸书宣布金。 时一。 日北市正常上班上课,短时间遭网友留言灌报。 图翻设字柯文哲脸书。 贴文一出,涌入大批网友怒轰霉风雨要我们放假,有风雨要我们上班。 民调先调。 百分之十。 很好,全家的票不会投给你了,不想选了是不是,了不起上班。 另外,也有其他县市的网友调侃心疼北市上班的民众,对不起,我嘴角忍不住上扬了。 不过,仍有不少网友留言力挺,这种一规定的还是要选总统吧,挺啊呗,魏达标就是不该放。 证明其他县市都只是在讨好选票啦,不放假也吵,放假也吵。 放了排风假大家不是一样往外跑,有史以来最有。 Guts市长,市长我真的好想放假,但还是谢谢你,我还是会投给你,就是支持有魄力的阿北,根据事实说话。 不用随心北起舞,他们放的是选举假,不是台风假,引发热议。 另外,住在外县市的民众是否要到台北市上班,或是台北市民众是否要到外县市上班。 台北劳动局表示,依照天然灾害发生事业单位劳工出勤管理及公司给付要点。 台风发生时,若工作的,居住地或上班必经途中任一辖区首长已通告各机关停止上班时,劳工可不出勤。 更多。NOW NEWS 今日新闻报道 不断更新马利亚来袭,北极正常上班上课,期限是停班课。 台风假计计了,马利亚转中台,横启明,时间点尴尬难决定。